英国拳王赛前挑衅我国选手 说他是我国选手越不过去的大山 中国选手必定会输掉这场八强进四强的比赛 而他则会碾压式踩着中国选手进入四强 然后拿到冠军 对于英国选手的嚣张态度 国方选手也霸气回应 赛前说那么多垃圾话有什么用 至于谁走上四强赛要打过了才知道 比赛用拳头而不是用嘴 真是跟个娘们一样 滴滴刀一堆废话 看我一会儿捶不捶你就完了 看来双方选手都非常的有信心 比赛还未开打 国药卫就已经弥漫全场了 这也注定了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那么我们介绍一下双方选手 为年会 12岁开始赛武校练武 15岁入选国家泰拳队 是国内超一流战力格斗选手 身高1米7 体重67公斤 职业战级68战55 升21次KO 是昆仑爵世界金腰带持有者 同时也是史上第一个 既进入自由搏击世界排名前十 又进入WBC泰拳世界排名前十的中国拳手 下面介绍一下英国选手 格雷格迪克森 是欧洲空手道冠军出身 获得过多次冠军 后从空手道改练泰拳后 常年在泰国训练 深恨泰拳格斗精髓 那么话不多说 比赛开始 开局英国选手迪克森就疯狂地试探 我方选手为宁辉 迪克森上来就想进行压制 可惜对我方选手没什么伤害 这种体能啊 跟这种意志力是非常的 要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白利帅 我方卫宁辉也是很猛啊 一个扫腿命中就追加重拳 不愧被叫做恐怖小胖 我方踢腿保持距离 双方试探 卫宁辉抓住机会就是两击中拳打在迪克森的脸上 能再次施展自己的这种拳法上的优势 双方拼拳 卫宁辉再次把握机会一个高扫命中 我们看克雷格也是不想 上来以后就是猛出猛打 更成熟一些了 球稳 迪克森展开猛攻 一个后手没打到 反而差点重心不稳自己倒地 卫宁会发动攻势连续肌腹 连续的肌腹 我们听到这碰碰的这个声音啊 这些小胖能会效果好一点 靠近脾脏的位置 对 拿把有点立体进攻啊 对 拿下前手 然后腿再低扫一下 在之前 再次交手 双方都有胜负 第一回合结束 训练 所以在技战术风格上 相对有一些改变 是的 你就看得出来 他的教练团队 对他的赛前备战 是非常充分的 对 就是对不同的对手 进行不同的战斗演练 很重的激活啊 我们看到 第二回合开始 获胜谁指 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四强 我们可以看到 小胖为宁徽上来一拳就打脸了 其实那个小胖的肌肉维度 在他那个级别的那个 国人里面也算是非常出众 迪克森扫腿被为宁徽一把抱住 迪克森顺势要攻击 被为宁徽一把推走 而后迪克森再次展开攻势 却被为宁徽顺势一个前手击倒 英国选手愣愣地看着裁判 想来也是没想到这个结果 小胖赖以成名的前手拳啊 再次开始 为宁徽开始了猛烈攻势 一看就是冲着打倒对手去的 迪克森也是疯狂 顶其语中扫响 想拉开距离 可惜为宁徽不给他机会 直接将迪克森的防御打散了 再次将迪克森击挡 又中了一下后手 又是一个 那克雷格也还了下后手 迎击 后手抓进去 有了 有了 逼到身边 要把他防守打散 要把他报架给砸开 对方不停地钟扫 对 找好机会 打迎击 可以打斧了 武度的功能很大了 是的 而且看克雷格刚才立下出腿就已经有点不标准了 现在还 要多秒 魏宁徽现在很文件啊 比赛没有更多的机会 只先是一直在寻找这个空档啊 如果这局再出现一次的话 比赛就将结束 对 第一 一个回合里面 再次开始 魏宁徽继续疯狂进攻 看来是要KO对手 而一回合连续击倒对手三次 就会让比赛直接宣布结果 再次打散迪克森的防御 一个漂亮的基辅 成功将迪克森再次打倒 直接结束比赛 比赛胜利 那我们祝贺为宁徽在第二回合就KO选手进入四强 那么我们的视频已接近了尾声 那么让我们再看一下精彩回放吧 中间比赛的时间越短 你下场休息的时间越长 对你就越有优势 对对对对 这枪小炮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我们三局比赛 他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就提前晋级了四强 是的 今天的视频mam进到达 worksheet 看得下对约编户 看得下来